嘿嘿 爸 您可别管我叫爸 我和你妈可生长不出 你这款的流氓兔 干啥呢 找胡萝卜呢 找哪儿胡萝卜 我等会儿有个朋友要来 什么朋友啊 沙发客 沙发客 嗯 沙发客 就是等会儿要来咱家 睡沙发的客人 谁要来咱家睡沙发呀 咱人真是谁呗 哪里理的啊 摊杂算傻 你在哪儿认识的啊 网上 你在网上认识的人 就敢往家里领啊 你要造反是不是 不是 这么大个事你跟谁说了 我跟我妈说了 你住嘴 你这句话一句 跟我妈说了跟我妈说 你妈是大天呐 空间以后 这样的事必须都摸我 然后我再跟你妈汇报 你不嫌累啊 啊 我就知道告诉你得摸去 摸的摸的 成天的就知道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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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干啥呀爸 哎呀睡觉呢 不是你不是我就出事了 我问你点事 咋了吧 什么叫沙发客 啊 这个我知道啊 你那个传奇里边不是有一个土城吗 土城里边有个沙发客 卖蓝瓶卖血瓶啥的 怎么的了 你能不能说点我这个年纪能听懂的话 你不懂啊 我也不玩那个王者荣耀 你还知道王者荣耀呢 什么现在我那个手机不好使 太卡 现在我一死队友就骂我送人头 行了爸回头啊我做生意再赚点钱 我给你换个手机 行 别走你这个事还没说呢 你告诉我什么叫沙发客 我还真不知道 我给你查查百度吧 对对对 沙发客 对 百度上有 这百度上说了 沙发客 顾名思义 就是睡在沙发上的客人 其实现在对沙发客有一种偏见 就是认为人家是来蹭吃蹭喝的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明白了吧 忠心思想我明白了 蹭吃蹭喝 就是爸你咋的 你要到谁家里去睡沙发去 我上谁家睡沙发啊 是有人垫地上咱们家那个沙发了 谁啊 那小米粒招来的 画呀 这个事我得严肃的跟你谈谈了 这个小米粒越长越不像画了 是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 然后我再告诉你啊 然后你再告诉我妈呀 那还嫌咱俩累 哦 什么情况这是 不是你说这些 现在这人 你要不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你要旅游你就好好旅游 你跑别人家住什么沙发呀你 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放心嘛 你人家认识你 那好人坏人嘛 你这是 爸呀 我估计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说咱们家有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呢 怕啥呀 哎呀再说 人家就是来睡咱们家这个沙发 就咱家这破沙发睡去呗 你起来 怎么呀你说什么呢你 咋的呢 你把你蓝眼睛睁开来 啊 你使劲睁睁大点 你看看咱们家这个客厅 你怀视一下 还破沙发 沙发是咱们整个客厅里的地标型建筑 在家里的位置啊 仅次于床 哦 沙发一失手 整个客厅就沦陷了 他自必要切断我们家啊 卧房与卧房 卧房与厨房 厨房与卫生间 卫生间与阳台 哎爸爸爸你回来吧 哪呀 我让他们给闹窝窝窝了 你 你就 你就不全乱了吗 你说这个沙发客在这里 把东西弄乱了 啊 谁打 把东西弄丢了 谁赔 这个沙发客要是在这里他病了 谁负责 沙发客 不还得我负责吗 哎呦爸 经过你这么一说呀 高无见领哪 你这啥时候学的 我六岁年就上房陶家乔 我这越想越害怕 你想一想 早晨起来咱们一睁眼 客厅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 你不知道他是南来的 北往的中国的外国 但是不同颜色的皮肤 说话完全听不懂 伺候不好害爱骂 来了你的还好吧 男的还得传闲话 干不干干 干不干干 消灭人将来怎么嫁 怎么嫁 要要要要切个闹 闹了那是爸呀 我这个意思是说 你说的有道理啊 那怎么能消除这种担心呢 你听我的吗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你说 把沙发烧了 别别别别别 你可得冷静了 烧沙发不要紧 再把房子了了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给我留一点炫耀的资本 行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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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